锤吊猪天 第八百一十七集 清明帝君 带着北风离去的是一头猪药 挺着一个大肚子 飙肥体壮 此时化为人形 嘴里还冒出了两根粗壮的獠牙 看到北风眼角直跳 恨不得直接掰断这货外翻的獠牙 北风也是纳闷 别人都是面黄鸡兽 这货怎么这么胖呢 一路走来 北风看着不少人与妖 看着自己身旁的胖子暗中流口水 眼珠子都是发绿了 哼 看什么看 本妖可是武当家的御用猪妖 就你们还敢垂下我 猪妖走路有些瘸 哼哼唧唧 向着四周投过来目光的人与妖呵斥着 其余的人与妖擦了她口水 转过头去 惹不起啊惹不起 再看还真是要忍不住上前咬上两口 北风神色怪异 合着 这货呢 就是五位当家养的猪啊 看这货走路一拳一拐的 不会是被剁了一刀取肉了吧 新来的 犯了什么罪了 初遥看见了北风怪异的神色 早就见怪不怪了 一副牛哄哄的模样 向北风询问着 哦 击杀万古天宗 数十位核心弟子未随 北风现在已经能够平静地说出来了 哼 这么凶猛啊 那你怎么还能够活着进来 秀你这罪行 直接关入大黑天都是足够了 初遥歇了些鼻子 发出了哼哧的声音 脸上一呆 你犯了什么事进来的 北风没有多说 而是反问初遥 说起来啊 我也就来气 这万古天宗真是霸道 不过是 过了几亩地 就被一群人 要打要杀地关了进来 初遥一脸郁闷 闷闷不乐 想起了自己与媳妇 在夕阳下的奔跑 可现在 媳妇估计 早就和别的猪跑了吧 嗯 就拱了几亩地 居然就被关押进来 还有呢 北风一带 万古天宗虽然霸道 但是也不至于霸道成这样吧 嗯 我拱了几亩地 谁知道 这地里种着几十颗 蓝角勺 猪妖一脸纷纷不平 鼻孔里冒出了两道烟雾 你他娘的活该啊 北风心里暗骂 这蓝角勺 那可是顶尖圣药 吉姆地的蓝角勺 活该被抓进来 没有被当场格杀 已经算是祖上积德了 北风总算是明白 这里面的人和妖 有一个算一个 没有一个是被冤枉的 你小子算是运气好 现在几位当家的 正在策划着脱困 不像我被关押了数万年了 猪妖一脸羡慕地看着北风 口中透露出一个消息 嗯 这怎么可能呢 这可是万古天宗 关押罪犯的地方 又怎么可能逃得了呢 北风不信 摇了摇头 要是能跑 估计早就跑了 又怎么会等到现在呢 此界名为清明 而大当家就叫清明 你觉得这是巧合吗 周妖带着北风 在山腹中转来转去 反问着北风 难道此界就是为了 刮押大当家的 北风精神一阵 不可思议地说道 哼哼哼 你还不算笨 可惜说错了 此界不是刮押大当家的 而是这一片世界 就是大当家的身体之内 猪妖一副看土包子的模样 鄙视着北风大惊小怪 哼 一道惊雷 在北风的脑海之中乍响 自己所在的地方 居然是在一头生灵体内 那么这头生灵 本体又该有多大呢 那我刚才见到的是 北风好半场之后 才是从震撼之中 清醒过来 有些疑惑 那是大当家的 一道意念形成的化身 猪妖没有隐瞒的意思 直接说道 另外大当家的本体是慎楼 虽然庞大 可也没有这么庞大 可是大当家是帝君的修为 体内就是自成了一方世界 却也不算什么了 像是看出了北风的想法 猪妖哼哲哼哧地 为北风解惑着 帝君级的修为 北风可不是刚入五道的小白 自然明白这个境界的力量 现在自己是万年尊巅峰 似乎差距帝君级 只有洞虚 风凰 两个境界 可这仗真不是这么算的 越是修行到了后方 越是艰难 或许到了风凰境 成千上万年 都不一定能够突破一个小境界 而帝君级 哪怕是放在万古天宗之内 也是足以在诸位长老之中 排位靠前的了 北风没有多问 老老实实地跟着猪妖 进入一处偏僻的洞府柱下 这都叫什么事啊 北风感觉自己在走霉运 坏事一处接着一处地来 先是被鬼鱼那个小胖子 下了一顿狠手 紧接着又是被土著放在了案板上 现在又是被几位大魔头抓了撞钉 北风可不认为 这几个大魔头会有这么好心 一旦逃的时候 这些人肯定就是炮灰 混淆万古天宗的视线 方便掩护几个大魔头逃走 现在自己上了贼船 想要下去啊 可不是那么容易了 可惜自己的身份令牌 被司法暂时没收了 不然自己一举报 全部都得完蛋 说不定还因为自己表现良好 提前释放呢 北风苦笑着 自娱自乐地想着 砰 好长时间没有新人进来了吧 两人一腰 大摇大摆地走进了北风的洞府 厚重的石门四分五裂倒飞出去 镶嵌在石头之中 你们要干什么 北风眉头一皱 目光如电 盯着进来的两人一腰 嘿嘿 居然是个小鬼头 小鬼头好啊 虽然血肉之中能量少了一点 但是味道却足以弥补了 一个浑身长满了脓包 舌头如同吊死鬼的 长长地身在嘴唇之外的怪兽 怪笑着 另外两个呢 也是一脸贪婪 如同打量猎物一般 肆意地目光扫过北风 这些人是准备来吃北风的血肉的 新进来的人与妖 气血流失得并不严重 体内充满了能量 在这些以肉体衰弱为代价 不断去维持修为的人与妖的眼中 这哪里是人呢 分明就是一堆会走的零食 你们就不怕几位当家的问罪吗 北风的眼神变化开始危险起来 只要你不死 与万年尊巅峰的境界 要不了多久 就能够重新生长出来吧 只要不死 这几位当家的可是不会问罪 一位面容苍老 脸上布满沟壳之人 阴瑟瑟地笑着 既然如此 那我就放心了 北风认真地点了点头 两人一腰都是有些发愣 这么容易就屈服了 不止 下一刻 一道剑光划过 满是生辉 呱呱 呱 不可能 你怎么会这么强 两人一腰惨叫着 瞬间 就被北风重创了 似乎 的 终于 如果 能不能够不够 感谢观看